首先为各位介绍3DSMath的建模工具 所谓建模工具就是建立各种的模型 我们可以在画面右边的 Command Panel 点选Create面板 其实预设就是在Create建立面板下面 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择 这边有七种不同物件的类型 第一个是Geometry 建立几何图形 例如说像刚才我们看到建立方块 建立球体 也可以建立形状 建立灯光摄影机等等 我们先从这个部分开始讲 然后它还有一个第三层的选单 这边我们选了之后 可以看到这边可以选择Standard Primitive 标准参数物件跟扩充参数物件 这是属于比较基本的几何物件 我们这边先维持第一个选项 预设的就是第一个Standard Primitive 基本的参数物件 好box可以制作方块 我们在这边用滑鼠拖椅 先拉出方块的底部 你看要做一个正方形的 还是要做一个长方形的 放开之后再往上拉 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方块 那你可以在这边决定方块的高度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高一点就拉高一些 你希望低一点就移到比较低的位置 再点一下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方块 那么在我们建立方块之后 你可以注意到在下面就会出现一个 Parameters 卷展栏 那这个卷展栏呢 其实你可以注意到 它有一个加跟减 这个减就表示你按一下 可以把它折叠起来 再按一下就可以把它展开 这个也是 这边有个Keyboard Entry Keyboard Entry就是你可以用输入的方式来建立 不过我们这边暂时不用这种方式 这个Parameter就是物件的参数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设定它的长度 这个方块的长度 还有方块的宽度 以及方块的高度 可以在这边调整 那下面还有一组呢 是设定它的分段 这个我们稍后再讲 好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呢 在建立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块之后啊 来我们这边呢 后面再建立第二个方块啊 我建立第二个方块之后 我在这边调整的长度宽度高度 这个Lens 长度 Wide 宽度 或者是 High 高度呢 就是变成调整后面刚建立的这个方块了 那怎么样才可以调整先前建立的这个方块的参数呢 你必须要使用选取工具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Select Object 选取物件工具 你要选你要编辑的物件 接着呢再切换到 Modify 标签 Modify 就是有修改编辑的意思 我们在这个地方点选啊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它的参数了 你看我们在这边调整长度宽度以及高度 我们可以在这边调整 所以在你建立物件的时候 你可以马上去调整它 那稍后如果你要再调整它的话呢 就必须要切换到 Modify 标签 再来做调整了 好我们在这边再去调整看看 好长宽高 Length Wide 跟 High 这三个长宽高参数 但是呢当你建立不同的物件的时候呢 它的参数也会不一样哦 像我们第二个空可以建立圆锥形 圆锥形我们再用滑鼠拖曳 建立圆锥形的底部 放开之后往上或往下 看你这个圆锥呢 挤出的方向是要往上还是要往下 好决定高度之后点一下 然后再调整它的第二组半径 你可以把它变成圆锥形 或者是让它放大一点 做成漏斗造型 好决定之后再点一下 空就是圆锥形 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这两组 Sphere 跟 Geosphere Sphere 是用来做球体 建立一个球体之后 我们可以在底下去调整它的 Radius 它的半径 可以把半径加大 半径缩小 好然后你又会看到有一个 Segment 刚才我们在建立方块的时候 其实也有看到有一个 Seg 其实那个 Seg 就是 Segment 的缩写 那什么是 Segment 这个是指分段 分段 我现在呢把这个数字呢 改小一点给各位看一下 本来是三十二嘛对不对 我把它改成十 那不想到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球呢 就变得不是这么平滑了对不对 你可以发现它的轮廓呢 开始有变得变得有铃有角 这个其实就是分段 这个其实就是分段 你看我在这边呢 最少把它设定成四 根本看到不是一个球形 所以这个分段越多的时候 它会越平滑 你可以看到我在这边呢 一个一个一个去增加它 它会越来越平滑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给它一个很大的数值 你看最大到200 它会变得很光滑 但是不是要把它增加到最大 为什么 因为当你这个Sigman 它的分段增加的时候 其实多边形的面数也会变多 这个会造成在最后做Render 着色的算图的时候 会需要更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这个Sigman 其实只要足够就好了 你看刚才是预设值32 其实已经有不错的效果了 那你就不需要再增加 通常是我们拉近做一些特写的时候 你才有需要把它的Sigman增加 OK 好 那我可以再请各位看一个地方 刚才我们跟各位介绍这个仕图名称 滑鼠油标如果移到上面的话 它就展开石墨建模工具了 不要我们在这边先滑鼠油标移到这里 你看Perspective透视图是这个仕图的名称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它会有另外一个叫Smooth加Highlight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Smooth就是让物件以平滑的方式显示出来 Highlight就是去模拟光线照射到这个物件上产生的反光 像这个光点的反光效果叫做Highlight 我们会翻成高光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按滑鼠右键 把它变成Wireframe的显示模式 这个Wire就是线 frame就是框架 这个就是把它变成框线的显示模式 你可以看到它变成框线 所以其实3D模型有点像什么 你们看这个线像不像是做纸灯笼 对不对 先用木条去把灯笼的骨架做出来之后 在上面再贴上皮 通常是纸吧 因为纸可以透光 好 这个就是Wireframe的显示模式 我们再到这个地方 按滑鼠右键 再切换一下 你看这个就是把它变成我们看到 比较接近我们最后输出看到的结果了 Smooth加Highlight 好 那再请按一下滑鼠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Edge Face Edge就是边缘 Face就是面 我们可以在这边按一下Edge Face 你可以看到什么 你可以看到没错 它在显示的时候 它在显示的时候 还是以Smooth加Highlight平滑加高光的模式显示 但是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的线段 那个Wireframe模式下面可以看到的线段 这个就是在另外在开启的Edge Face模式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的Sigma 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增加Sigma 它的线的密度也会增加 然后会变得更平滑 但是也表示它的面数增加 需要计算处理的时间也会变得更长 这个是Sphere 球体 我们再看旁边的 Geosphere 几何球体 你用滑鼠拖曳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它也是一个球体 那差别在什么呢 我们这个Sphere 大部分的多边形 是由四个边所组成的 可以看一下 我用选取工具 Select Object 选取工具 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面都是一个四边形 只有在如果以球来讲 就好像它的北极跟南极的地方 才是三角形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我拉近 这边是三角形 然后我们现在用Geosphere所建立出来的球 它是三角形 它每一个多边形的都是三角形所组成的 这个是Geosphere 那你可以切换到Modify 可以调整的有什么 一样你可以调整它的半径 放大 缩小 好 然后你也可以增加它的Sigma 你如果希望它比较平滑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做 所以一般来讲呢 如果说你要做球形的话 我们大部分都是用Sphere 但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做像是高尔夫球 或是做一些特殊的球体 比方说像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足球 有特殊纹路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是用Geosphere来做 好 OK 那老师这边先介绍上面这几组 基本参数物件 上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部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